Royal Crescent 哇,很厉害,就是这个Royal Crescent 很厉害 哇,很厉害 哇,你看一大片草莓,真是多漂亮 很厉害 到我第二集的Staycation 系列,我继续带大家去Barth看看它的景点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Royal Crescent 它是一列有30栋住宅的新月形建筑,建于18世纪 是英国最大的乔治式建筑 有趣的是,这里这么旅游热点的地方 除了有一部份是酒店之外,其实仍然大部份都是私人住宅 之前还有很多旅游巴都在这里 你想想,自己的房间整天变成了旅游景点 这么多旅游巴,游客吵吵吵吵吵 真是多不知要一件事 虽然现在这里已经不让旅游巴停拍 但我们的游客还在不断拍照,就吵死他们了 说明是旅游景点 这里当然有些纪念品的店铺 众所周知,这里的纪念品当然是不外负责 说回Barth历史的书籍 或者是一些很有英国特色的纪念品 但我去旅游最喜欢买了瓷石 通常都拍了风景,贴在冰箱里 贴在联合角上都挺好玩的 哇,这里真的到处都很漂亮 你看,连绘术店都在这里 你就知道 一来游客多,二来开开 真是很开心走到这里 很深深眼的 纜巴士 哇,又有个Rugby Shop 有些Rugby衣服 有些Sports 有几间餐厅 就这样,我过去 这里真的是一个很诗情画意的地方 你看,全部都是 好像这些明信片 直接在你眼前出现的 真的很漂亮 这里 走到这里,看到中国有点不同 圆形的圆顶 很漂亮 有很多Elfesco Dining Area 有很多Cafe 很冷静啊 真的 有些Hot Down Harbour Bus 挺好的 有地产铺 千千隔四千多元一个月 原来有四房 四房 二千多元一个月 一千多元一个月 很多房间 超级尚环境 整座是二百多万 近到七十多万 全部都过百万 很厉害 很贵,很贵 又看楼子了 五十七万 三十六万 便宜很多 房间的大便宜 二十多万也有 仅值了 綁底呀! 不斷綁底呀! 嘩!厲害呀! 遠了一些樓梯,選擇得多很多 周圍看完 Bath 的環境後, 最後一個景點帶大家去,就是 Abbey Bath 這個真是名符其實的羅馬浴場 大家是否立即想起雅寶寬那部電影? 其實我進來參觀才知道 原來這個遺跡不止是浴場 裡面還有神殿 這個故跡在公園六十至七十年已經在 故名思義是一個浴場 一直用到公園五世紀,羅馬帝國不再管治英國位置 買了票進去參觀,除了可以看到浴場的位置外 還可以看到很多位置發掘出來的石 例如寺廟的石 還可以介紹他們如何透過發掘地下水 將裡面的泉水加熱 讓我們可以感受一下當年羅馬浴場文化 其實說回Bath這個城市 如果不是朋友說請我來 我也沒有想過要來這個彭定康故鄉 事實Bath其中一個景點就是剛剛說的Roman Bath 這個城市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園43年的羅馬帝國時期 難怪整座城市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尿為世界遺產,整個歐洲只有威尼斯才有這個美語 可見它在歷史文化上的地位有多具足輕重 最後一日的行程 我去了這個之前那天摩門釘的湖邊餐廳吃早餐 真的非常值得 看看這個湖境,雖然有窗簾遮著 但走出去看一樣是很美的 而且早餐和咖啡都很好吃和喝 再看看 Pumpkin Patch Hotel 有什麼南瓜看看 快點走 這裏水蟹出之大派用場 今天要去Pumpkin Patch 特地買這個Baba牌 幾十磅 看看會弄得怎麼樣 一下吧 那裏水蟹這邊 咖啡 那裏水蟹很多 是否姑娘說不像英文 而且不認識我 不認識我 咖啡 楊太 妳知道τίgen妳買了什麼? 楊太太妳知道販幣是怎樣? 咩... 杨太太,你知道你的股票现在值多少钱吗? 好大张啊 我刚才很乱劲地倒写了一些 现在要喂它了 他们两个打架啊 黑色的那只好饿啊 怎么办啊 哎呀,发骂症了,啡色那只 他喜欢吃到点了 他喜欢吃到点了 插插不住,啡色那只 这是什么来的 哇,为什么这只耳这么像一只狗啊 但是,好像羊那样的 妈妈 我妈妈 好大只妈 这里有很多妈妈 哇,好可爱啊 哇,好可爱啊 你看一只 还有小鸡 哇,好可爱啊 去過農場之後,終於來到氣溢,就是Pumpkin Patch 進來整地都是南瓜,真的很想吃掉它 但是除了南瓜之外,這個又是一個原野春夢感覺 還有這樣的花蟲,突然很想扮大媽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嚇嚇大家,其實我在IG都有這樣做 我又想做網美,大媽的蝦... 有些網美 你看,有多少花花 嚇到小鳥都雞飛狗走,是不是嚇到 真的好像南瓜賽車一樣 全部同一邊做馬車 同一車去皇宮 對,我要找王子 看 他要唱一隻南瓜斜 試海旗 但你也沒有唱 去完第一站之後,朋友就載到Burton on the Water 中文名叫水上百頓 其實就是Cotswool其中一個村莊 根據2011年的資料,這個村只有3000人住 一路走兩邊就是綠油油的地,中間有一條河罐村 河上有五座拱橋,難怪被稱為Cotswool的威利斯 另一個特色就是,兩岸其實都是HIGH STREET 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店 完全是一個旅遊景點 不過最好玩的是,我待會買了飛入一間 小小地帶多少錢的汽車博物館 裡面的珍藏由二、三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老機車 以及電單車都有 而車入場費只是幾磅 來到這裡,絕對值得買飛入場看 Cotswool Mo Train Museum 哇,很多車 全部都是古典的車 我問了,才讓我拍攝 人家最愛的是這架 寶馬507還是508都不懂得說 還有這架Jaguar XK不知多少款 總之我不懂,路維車太久了 我這個車迷都考慮我 總之我很喜歡這種旋律的設計 另一件很喜歡的就是 剛剛相反 就是70年代的方形英式的汽車設計 它見證英國的車廠是全盛時期 現在這些廠都差不多結束了 進入夜後就去另一個Pumpkin Patch 這個晚上的Pumpkin Patch 比起早上更多東西玩 除了有現場表演之外 包括唱歌或玩火圈 好像馬戲團那樣 還有食物 我吃了薄餅 另外也喝了南瓜湯 而且還有Pumpkin Patch 有很多泥我自己沒有去玩 不過最驚嚇的是 要去Trakta 你看看現在多恐怖的畫面 晚上看到那些裝扮 其實也有點恐怖 不過有這麼多人陪你一起害怕 那就沒那麼害怕了 Halloween Halloween 最後一天就是去Sirencester的市集 看看有什麼買 順便吃個美好的早餐 來到這裡又看到四處都是風光如畫 全部都是黃色的專長建的樓 不過最想不到就是這裡有這麼大的 專門賣寵物的食物 或者是玩 甚至是衣服的店 真是做狗的做人 你看這裡有多少寵物的精品 真的做狗的做人是這樣的 多少玩具 沙包餐飲食 我在英國第一次都是鳳爪 不過竟然不是給我吃 是給狗吃的 弄得我也想吃 你看這裡有多多東西 哇整陣深容海味泡那些 海味味的樣子 但是也挺香的 難怪狗這麼喜歡吃 你看Taddy一見都已經聞光了 挺容易貴吃的 你看看 狗狗也有雪糕吃的 當然沒有巧克力了 牛肉 南華臘腸 肉質口酸味 吃臘腸了 過了秋天 就要做個臘味飯 我吃了 不是給狗吃 我們又是看樓團的時間 這裡 85萬 這間 喂 19幾萬 你確實嗎 42萬幾 哇 真是風劍誘人 這裡也不如說回Siren Sester的歷史 在英格蘭高羅斯達郡的一個鎮 位於倫敦二世80英里 也位於泰吾士河之流的柴欣河畔 是高羅斯達郡的第八大定居點 也是Kotswool最大的城鎮 有關鎮最早提及的文獻是追溯到公園150年 也是英語世界最古老農業學院 英國皇家農業大學的所在地 根據2021年的統計 Siren Sester的人口是20229人 現在看到的畫面是通常星期六日開的Siren Sester市場 除此之外 在另一個樓宇裡也有一個跳祖市場 有很多很有特色的東西賣 我買了兩隻手工鑑 一隻是澱粉朵味 另一隻是蜜桃味 也挺滋潤的 還有很多景點紀念品 或是香氛蠟燭 也有些農作物賣 有很多pastry 想來買東西的你一定很有收穫 朋友來到這裏後 就一起吃個brunch 這裏的brunch非常有水準 無論是Gingerbread Lante 或是一陣子看到的Pancake 都非常邪惡 除此之外 我的朋友叫了早餐來吃 其實看份量和賣相 都已經知道是值回票價 真的沒有行錯 這裏就是Sirencester 我在網上學過 應該是按讀的 這是一個位置來的 看不看到嗎 They made the evil town of Sirencester 這裏只有半個大廈的 那裏就是古代的 古代的城市 這裏有一個格格 好像畫了地盤 像這樣一樣 好 像這樣一樣 說到這裏 香港人热门社区到底环境如何,像不像小香港 上下的朋友记得不要错过,拜拜!